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你一周的排便次数是否少于三次 你是否有排便困难,如排便不进,排便费力等情况 你是否存在粪便肝硬且数量极少的情况 以上问题只要有一项回答是肯定的 就说明便秘已经盯上了你 如果再不拿它当回事 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事都会找上门来 粪便是人体代谢产生的废物 其中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如果长期堵塞在肠道中,就会引来重重危机 一,肠道疾病 长期便秘易诱发痔疮、肛裂等疾病 而且,粪便中的毒素直接接触肠壁 长期刺激肠道还亦导致炎症 增加肠癌等恶性疾病的患病风险 二,心脑血管疾病 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的老年人 在排便时用力过度 会促使血压快速上升 易突发心脑血管事件 导致中风甚至猝死 三,肝脏损伤 长期便秘会使肠内积聚的有害物质 胺、硫化氢等被重新吸收入肝脏 导致肝功能下降 除此之外,便秘还会导致头晕 试睡、注意力不集中、口臭、抵抗力下降等身体问题 危害不容小区 分清正形,对号入座 想要对抗便秘 首先要分清便秘的正形 从而对症解决问题 一,阴虚便秘 阴虚便秘是因为体内阴筋不足 不能下润大肠 肠道干涩导致大便肝节难解 这种便秘的特点是大便非常干 但却没有负胀感 针对阴虚便秘 建议大家吃一些松子仁或者瓜楼仁 两者都有较好的润肠通便功效 睡前吃30克左右 对体虚、金亏便秘能起到较好的食疗作用 二,湿热便秘 高热量饮食加上长期运动不足 很容易造成湿热性便秘 在肥胖人群中较为常见 湿热便秘的特点是排便粘质 粘连在马桶上不易冲洗 有时还伴有口臭 体味大 小便浑浊等症状 马齿腺具有清热解毒 沥湿造湿的功效 被湿热便秘困扰的人 可以取30克干马齿腺 冲废水带茶饮用 正值春季 自己采摘或是购买新鲜的马齿腺 做成凉拌菜食用 也有助于缓解湿热症状 三,皮须便秘 老年人最常出现皮须型便秘 特点是大便干湿程度正常 但长时间没有变异 且排便十分困难 白竹是临床上常用的健脾味的中药 具有健脾液气 补中造湿的功效 黄鳍可补气阳血 致食能理气宽中 行至消脏 三者搭配有很好的健脾味 助消化作用 皮须便秘者可取白竹 黄鳍 致食 煎煮后服用 注意 每个人体质不同 服用中药前 最好先咨询专业医生意见 日常缓解便秘 吃香蕉不如吃它 一说起通便 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吃香蕉 香蕉确实含有一定的纤维素 能够帮助增加粪便体积 加速小肠蠕动 达到一定的通便效果 但实际上 它的纤维素含量并不高 比起苹果 梨子等常见水果要低得多 要说能润肠通便的食物 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 五种食物 通便比香蕉更厉害 一蜂蜜 蜂蜜古称胰 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 润肠通便 但这里说到的通便 只有喝对了才能发挥用处 蜂蜜的通便 对于因大便干燥 引起的便秘有效 其他原因 例如吃得太少 菌群失调的情况 就不合适 我们在对蜂蜜水时 一般避免用热水冲泡 以免破坏其营养 据本草纲目记载 用凉开水冲泡蜂蜜 可清热 润造 解毒 因此 如果是痴疮便秘者 用凉开水冲蜂蜜 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二 燕蜜 燕蜜在使用后 它能产生较强的饱腹感 因此也能很好地帮助减肥 当中有很高含量的β 蒲聚糖 它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防止便秘 另外 这种物质能调节肠胃 降低血脂 降低胆固醇 所以也特别适合高血脂 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使用 三 红薯 红薯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肥食物 其热量只有大米的三分之一 且富含纤维素和果胶 能阻止糖分转化为脂肪 而红薯富含的膳食纤维 能刺激胃肠到运动 帮助排便 缓解便秘 有助于防治痔疮和大肠癌 不过 不建议一次性使用过多 会有胀气烧心的感觉 根据最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成人每天的薯类摄入量为50到100克 所以 再喜欢吃红薯 也记得不要吃多 4. 苹果 苹果一直被人称赞 但它的众多好处中 通便也是一个亮点 苹果还有的果胶和膳食纤维 能对大肠产生机械性刺激 从而促使肠蠕动 使大便便软畅通 5. 黑木耳 木耳的膳食纤维含量高约30% 每100克黑木耳含有约30克膳食纤维 而其含有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具有很好的保水性 能保持肠道润滑一定程度上缓解便秘 另外 其含有的植物胶质和很强的吸附能力 可以帮助清洁肠道杂质 除了这几个经典通便食物 平时适当吃些蔬菜 水果 增加饮食中的膳食纤维 也能帮助调整饮食结构 防止便秘 下面这三招效果也很不错 养成排便习惯 早晨起床后和饭前两小时 由于体胃反射或胃结肠反射 结肠会整体蠕动 有助于促成排便 建议养成每天在这个时间段定时排便的习惯 即便没有变异 也去厕所酝酿一下 注意力集中 不看书 看报 玩手机 坚持一段时间 身体就能形成排便生物中 点案和骨穴 和骨穴位于拇指 食指 并拢后 虎口的最高处 这个穴位位于大肠筋上 具有通筋活络 清热结表 镇静止痛的功效 按揉后可以加速体内气血运动 缓解热性便秘 及便秘引起的腹痛 食欲不振 烦躁等症状 按揉时力度以产生轻微酸胀感为宜 每侧点按一分钟左右 两只手都要按到 做排便运动 早晨起来后 先喝一杯温开水 然后做一组排便运动 有助于刺激排便 整个人背朝上 平躺在床上或瑜伽垫上 在肚子放置一个圆柱形的毛绒玩具或抱枕 两手放在背后 上半身用力往上扬起 到达最大限度后降下 重复多次 动作二 双手背在背后 上半身微微扬起 左右运动 动作一 动作二 交替坚持十分钟左右即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